Mama好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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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课放很空 小游戏玩出专注力 对于这个孩子的不专心 我们如何让他可以有专注力 你有个任务 你上课的时候 你要把每一节课 老师穿什么衣服 回来告诉我 大概两周后 老师反应说 我好玩耶 这个小骷衣好像看起来有点专心 可是兩個眼神好像很怪怪的 第一步已經成功了 接下來我就注意 是什麼 它是不是前面的話 其實都聽進去了 對 孩子專注力太差 讓媽媽一個頭兩個大 今天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分享孩子多種專注力問題 如何靠遊戲玩出專注力 精采內容馬上開始 有時候小朋友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過動 常常想說 為什麼我都累了你還不累 所以我之前就對付二寶一個方法 我想說 那我來看看他是不是容易專心的小孩 所以我看到那個東盛英雄台在播喬虎 喬虎是小朋友的最愛 我就把二寶的頭 一轉向喬虎 然後想說他會不會就這樣子 然後盯著 因為以前二寶盯完之後 30分鐘我就可以去做我的事情 那二寶大概盯了一下 30秒就 咦呀 我就沒看完了 他臉30秒也變成了 這也太弱了吧 我只能證明他怕老虎 哪有啦 有關係嗎 真的小朋友不專注 哪有用這招啦 那不然怎麼辦 我們怎麼要界定小朋友 到底是不是專注力很高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認為小孩不專心 是因為我們的期待過高 你看兩歲 大概最多關注個七分鐘 很棒啊對不對 然後三歲呢 九分鐘就很棒 其實你可以看出來 大概就是年齡乘以三 但是你可以想像這些數字 這個時間 在一般的父母都是無法接受的 對啊 做一件家事要吃過五分鐘了 對啊 我小孩三歲在餐桌沒有辦法 做九分鐘 這樣你就滿意了嗎 少時候來做個二十分鐘嘛 對啊 所以其實一開始先讓大家知道說 也許小孩不專心這件事情 是我們對他的期待過高 但是 當然大家一定心中開始很多很多的問題 說可是我的小孩狀況 可能比你想的還要嚴重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討論一下這些 媽媽認為小孩子不專心的問題 頭很大 我們來看第一個好不好 好 狀況一 上課或媽媽講故事的時候 孩子卻在發呆 會 這顯然是媽媽講故事 不好聽 我不是上課不生動 因為以前 可是我覺得我講故事很生動啊 可是我覺得這其實可能 跟小朋友自己有關係 對 因為我家的餓寶 他會自己去挑他要看的故事書拿給我 就是請我讀給他看 可是問題他自己挑了字很多的 那即使我講得再生動 他也聽不下去 他要挑什麼三國演藝啊 水舞專 就是有的繪本是那種文字多一點 有的只是圖片啊 顏色 繪家繪本 對 繪本那個我覺得比較好 可是他有時候就會拿那什麼 喔 中國什麼風神故事 有一些小東西 喔 對吧 對不對 那個那麼長 我就算講得在異陽頓挫 可是我還是都會發現他到途中就會 放空 放空盯著我 說欸 你莫娘現在講 你莫娘出海救漁民啊 他還是 他還是呆住沒有 就是沒有跟我 就是沒有跟我做互動 然後想說你現在到底是在認真的思考 我講的故事內容 還是說 你現在已經 到海上去了 他已經通靈在 他已經通靈出去了嗎 他在過海 我真的覺得就是如果字數太長的故事書 好像沒有辦法 就是讓他們專心的聽完 我們家的就是會跑來跑去那種的 對 像我家兒子就是有三分鐘熱度 不管是玩具 積木 繪本 通通都一樣 他只要一段時間他就可能三分鐘 可能不到三分鐘 他就會直接就飄去其他的玩具 不然的話就是像我在念書的時候 我會說 欸 從前從前 他就會說 媽媽 什麼是床前從前 我就解釋完之後我就說 那白雪公主 然後他說 誰是白雪公主 我永遠都沒有辦法把一本書 就念完一頁兩頁 因為他就已經整個心思都跑到邊 對啊 就是問一百萬個 為什麼來阻撓我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他這樣聽起來蠻專注的 對啊 因為他想要問問題 而且是故事裡面的問題 而且他很有興趣 還有好奇心 我小孩以前我還會生氣 我就念念念念念 比如說從剛才講什麼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是個小年人 後來有一個魔鏡 有一個巫婆 然後講到 對 沒有 講到一半 然後我發現我就說 你到底有沒有在聽 巫婆是什麼 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不問 沒有 我真的要聽到 我就覺得 你不是在那邊 問多了 不行 不問 不行 沒有 我覺得他如果問我 我會很開心 我也覺得很棒 可是我 想要好好讀完一本書 這本來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有一些答案就在後面 我就說 你不是一定有講話 對啊 太過梗這樣 對啊 做到自己的方法 希望小朋友跟著我們的節奏走就對了 對 不過到底這樣子 比如說聽一聽就在發呆 或者聽一聽問東西 這樣算是專注力的問題嗎 講故事 小孩子在發呆 或者說好像神遊到別的地方去 有幾個地方 第一個 會不會 媽媽講的東西太簡單了 例如說 你說這個妹妹背著洋娃娃 走到花園去看花 媽媽 你講過好多次 我每天叫你講故事 你都講同一個故事 另外一個說 媽媽講的東西太難了 你說 林莫能 麥特阿瑟將軍 在若曼蒂登錄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個小孩子根本超乎他的理想範圍 他有發問 反而或許是一個好的互動 表示他有聽到你的東西 進去他的腦袋 他有思考 這樣也不錯 總比 比如說你講麥克阿瑟 他說 媽媽 那麥克雞塊在哪裡 那也真的好事啊 他如果可以聯想到麥克雞塊 也表示他有聽大名所講的 你們好正面喔 本來就是這樣啊 其實聽了兩個媽媽的故事 我會發現其實 孩子有專注力 但是媽媽更專心 媽媽專心在哪裡 專心想把故事講完 太急了啦 為什麼要把故事講完 對啊 因為故事講完 我們才可以去洗澡 才可以去洗碗 才可以去洗衣 我們很忙耶 你把一個故事的其中一個環節 就可以猜很多個章節啊 今天我 媽媽有什麼是白雪公主 那你覺得白雪公主是什麼 我們就拿一張紙給她畫畫 畫完以後她覺得 都OK啦 那你繼續畫啊 媽媽去做事情啊 這樣好久喔 媽媽才睡著欸 有的時候或許說 媽媽在講故事的時候 旁邊剛好還有一些干擾 什麼 例如說媽媽在講故事 然後爸爸開門回家了 還探頭看說你們睡著了沒 或說媽媽外面垃圾車來了 你要不要去追一下垃圾車 倒一下垃圾 所以其實孩子的專注力 有的時候是要看著 媽媽故事有不有趣 有的時候還要看看旁邊的干擾物多不多 所以現在要注意喔 孩子其實都有專注力 只是他的專注放在哪個地方 而通常我們覺得孩子不專心 就是因為他的專注力沒有 放在我們期望他放的地方 不過其實讓孩子容易不專心 到底爸爸媽媽有哪些方式 讓孩子能容易分析 或者是不喜歡這些活動 是不是爸爸媽媽其實也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會不會專心 其實還要看他對那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興趣啦 當然我們知道興趣可以培養的 但是一開始爸爸媽媽的介入其實很重 我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小時候最常被逼迫的就是 寫毛筆字 你想小朋友手指的發育本來就還沒有很好 他就偏偏要拿一個很軟的東西 然後沾那個黑色的東西 然後在那邊狗來狗去 那你會發現說 大概前面五分鐘十分鐘 他能夠寫出幾個像樣的字就差不多了 然後接下來他就開始塗旁邊的同學 然後牆上就開始亂塗亂畫 然後這時候爸爸媽媽如果還在逼他說 你要給我專心 這其實反而會是一個反效果 那另外一個也會造成反效果是說 他明明對某個東西很專心 例如說他在拼拼圖 他對這個東西很有興趣 他很努力的想要把它拼好 結果你每隔兩三分鐘三分鐘 你剛回來有去洗手嗎 你剛剛那個挖完鼻孔 我們要記得不要放嘴巴裡 反正就是中間一直不斷的給孩子干擾 所以他有興趣的東西 剛好是他培養專注力的時候 你剛好不斷的在中間打斷 然後他沒興趣的東西 你又一直逼著他有興趣 這兩種剛好都不是很好的方法 小海頓還小的時候我就開始會陪他玩玩具啊 然後看故事書啊 不是還有很多那種培養專注力的玩具嗎 然後我就會拿很多出來 但是我發現他就是玩一玩 他就開始可能看天花板 然後開始看別的玩具 然後發呆 很像那個當機的狀態 然後我就發現喔 如果我把那個玩具啊 就是不要一次擺那麼多出來 就是一次可能擺一樣 然後他就會覺得可以玩比較久 然後我還有自己安慰說 發呆也是一種專心 就是我這種安慰 專心發呆 專心的發呆 對 發呆其實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是為什麼發呆 是因為你給他的資訊太多了 就像電腦一樣 當機了 我還在處理訊息 我處理不動 所以你現在講什麼 我接收不進去 第二種我們稱為內在專注 我們都很習慣孩子是外在表現 我很專心在看書 這叫外在專注 可是事實上他有沒有吸收書的知識 那像我想各位媽媽一定會 煩惱孩子的事情 煩惱家界的事情 甚至你想要去旅遊 你開始做計畫 你的頭腦在思考的時候 你是不會去管外在 爸爸在講什麼 小孩在鬧什麼 你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維裡面 那個稱為內在專注 那個就是專注 對 所以小朋友在發呆的時候 剛才有提到發呆的時候 你要等一等 你現在就應該停下來 然後等他把資訊處理完以後 你可以請他分享一下 那如果他真的講不出來 那真的就是發呆 他如果等完以後 他可能跟你說 我不要管林茉娘是誰 我喜歡那艘船船 你就知道 他的思維是很專注在想什麼 了解 有耐心一點就對了 讓小朋友也有發言的機會也蠻好的 像我啊 我就是 因為剛剛前面那個講故事的事情 因為我真的是 覺得是自己的問題 所以我就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去 就陪他一直聽網路的 網路上面有那種很厲害的故事姐姐嘛 他們會講說來乖乖 就是講說故事 然後誇大語氣 然後還有角色扮演什麼 那我就會學他們的語氣來講故事 所以上網做功課就對了 對啊 因為 因為我小孩很喜歡聽那個阿姨 所以我就去學那個阿姨講話這樣子 對 然後我也會選 就是繪本 我開始不會選那種故事 對 我開始會選就是遊戲書 就是像這種 這本很有名 你就是邊講 然後就是要讓他找找看 小金魚在哪裡 哦 我找到了 然後他這個故事就會一直叫你找小金魚在哪裡 然後最後最後因為會有錢入身嘛 所以最後最後他就會 就到小金魚 就是可能到一個超級大的魚缸裡面 有好多的小金魚 對 就是讓小朋友在找 那我會說 為什麼小金魚現在好開心呢 他就說 因為小金魚現在有好多朋友了 我說 Dream 你好棒啊 然後他就會 很贏退 你剛剛是在學網路姐姐講的故事 對 你不要學太多 真的嗎 聽到你們現在幾三月 你都可以數值 學太入迷了 對 然後我兒子他就是一個 其實他學還蠻快 他很快就會覺得這本超無聊的 哦 對 所以媽媽呢還是有 對付他的方法 哎唷 對啊 就是 又是找 超級無敵的找找書 這個也太短了 他就一直人來啦 不過其實用這種方法 遊戲的方法 讓小朋友學專注 這樣算是OK的 對不對 這樣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對小朋友來說 其實像小男生他喜歡挑戰 你就真的不能夠用 不一定啦 白雪公主就看你怎麼樣 去跟白馬王子就搭配 其實要看他的興趣啦 就像媽媽去學了 講故事姐姐的方式 如果孩子也可以接受 也是一種很好的方法呀 對 所以呢 對於這個孩子的不專心 我們如何讓他可以有專注力 第一個 我們增加孩子在 上課的一個期待感 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可以學到什麼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是小學生的話 我都會建議你可能要 孩子要預習哦 預習的時候 不是要告訴他 來 這個課文是什麼 你要把它全部讀過一次 而是爸爸媽媽要裝笨 你要裝到一個點說 這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你明天去聽聽老師怎麼講 回來教我 哦 孩子上課是不是很有期待 還有一個小老師的責任感 對 所以爸爸媽媽在訓練孩子 專注力的時候 要請你把你的權威跟地位暫時放一邊 對這樣的話對孩子的專注力 才是有幫助的 再來有些孩子說好那我有任務 問題是我要想要上學 但是我一上課我就在那邊 我也不知道做什麼 對我們曾經有個案例 我跟他說好你有個任務 你上課的時候你要把每一節課 老師穿什麼衣服回來告訴我 然後第二周換襪子 對他開始一上課就是這樣 這樣去注意老師 大概兩周後老師反應說 這個小朋友好像看起來有點專心 可是兩個眼神好像很怪怪的 好可愛 但是這已經是第一步了 第一步已經成功了 接下來我就讓孩子去注意 老師講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慢慢來 接下來注意最後一句話是什麼 孩子要等最後一句話的時候 他要等啊 要等最後一句話 他是不是前面的話其實都聽進去了 對 他開始抓到老師這裡面 好像有好玩的東西 甚至跟老師開始有互動了 他就直接進去了 所以千萬不要回來 然後跟孩子說 你上課要專心要專心 你一定要專心 孩子會反問你 媽媽什麼是專心 你沒辦法解釋嘛 直接告訴他該怎麼做 這是最快的 剛剛旭凱老師講的這個裝笨 其實這招我還蠻常用 是 用久了之後 我女兒就跑去跟學校老師說 老師你講的話我都有認真學 因為我要回去教我爸 老師說我爸是全世界最笨的爸爸 所以你要教我 我會了以後我還要教我爸 老師想說 你爸爸不是幼子醫生嗎 對 老師說 我是小孩給他看的 對啊 這很煩 對嗎 煩惱 開始煩惱 好這是第一個狀況 來看看第二個狀況是什麼 小朋友容易不專心的狀況是 給孩子三個指令 卻只記得兩哥 各位啊 這兩個已經很感人了 對不對 說什麼都對不起 燈魚媽媽 對媽媽有新書對不對 對對對 這是 我的新書 來 哎呀 這個音樂文書的書 你看我 其實它是寫給新手父母的療癒書 對 我覺得其實當爸爸媽媽非常需要被療癒 真的 然後永遠都沒有辦法做好準備 所以就是其實是記錄我們自己當爸爸媽媽 這個跌跌撞撞的過程 希望讓所有的新手爸媽看了之後 就頓時沒有壓力 然後有更大的信心 是 我每次看到文字都會覺得 哇好感人喔 他真的是用心在寫這樣子 而且我們有副十首歌在裡頭 是你跟老公的創作對不對 對 就是很高 然後也可以給爸爸媽媽進入歌 哎呀 太棒了 希望大家多多參考一下 我看你看我 看看我 哎呀 好 請先回座 好 不過端雲媽媽媽真的是很有趣 她其實 在照顧小孩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方法 你算是虎媽 有一點虎媽對不對 沒有 我算一個內心是虎媽 就是會覺得很想要要求他們 可是因為他們現在年紀還很小 然後所以我會希望 比如說從生活習慣開始 然後讓他們大概知道一下 我們大人的作息 然後融入我們的生活當中 那比如說像培養專注力這個部分 像起床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一些習慣 比如說換完尿布之後 然後你們就把尿布丟掉 然後丟掉完我們就去洗手 然後洗手完之後 我們比如說去坐在餐桌上 這樣 可是其實每天一直重複這件事情 做到第二個指令的時候 他們就會忘記 他們要丟完尿布之後 就跑掉了 我們要洗手啊 我們要洗手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牽著他的手去洗 然後就坐久了之後他們才慢慢記得 其實我不太知道說就是他們幾歲的時候要到什麼樣子的地步才算沒有發展遲緩 所以其實我們一開始還有送哥哥去復健 是喔 對 發生什麼問題 因為我的兒子他其實有一點 醫生那時候研判說他大腿肌肉沒有力 那可能是因為雙胞胎他在肚子裡頭 他的活動力不足 對 然後後來就是去上一些物理治療跟職能治療這樣 然後老師就會幫我評估 就說其實他現在專注力越來越好 然後可能上課上兩個多月快要畢業這樣 我們全家人都很開心的時候想說要版本這樣 好可愛喔 那我家那兩個兄弟他們是 腦袋擠壓到是不是 你那兩個兄弟 好可愛 我們有媽媽這樣講 好可愛嗎 不是 因為真的很氣 每天在家都有層出不窮的事情很氣 像 光是像洗手那個我真的是 也很氣 我覺得幼稚園以下的小孩 不知道是不是對兩個子力以上的事 就會沒有辦法自己得住 像我一樣生活習慣 最簡單的我說 麻煩你們先用肥皂洗手 擦乾之後再去吃東西 然後我兩個小兄弟就跟我說 好 OK 然後就自己就衝去 可是等他回來的時候 他們手是濕濕的沒有錯 就直接拿東西吃了 我再聞一聞 也沒有肥皂啊 也沒有擦乾手啊 完全只記得頭 頭就是用水碰手 跟尾 要記得吃東西 中間的用肥皂 還有擦乾手 都忘記了 就你們教我們 只聽第一句跟最後一句的 可能是有聽過 還有說說 不過沒有辦法一下子 進那麼多指令 真的是因為 專注力不夠的關係 不能說完全是專注力的關係啦 是因為現在的小孩 爸爸媽媽照顧得很好 是 剛才聽到的就是告訴他 你要用水 你要開水龍頭 記得肥皂拿起來 要搓搓手 手要再沖水沖乾淨 去拿毛巾擦乾 太貼了 連我都分心了 對 不知道在講什麼了 這句話除了孩子可不可以 記得住以外 他的大腦會解釋 我幹嘛擠啊 反正你每次都會告訴我 嗯 對不對 所以你要用 可以用遊戲的方式 來我們要開水龍頭 然後記不記得 接下來要做什麼 關水龍頭 他可能會跟你唱反調 你說沒有 中間還有什麼 去提示他 讓他頭腦開始運作 他會想要肥皂 很好 那肥皂在哪裡 對讓他去操作 然後去想他該做什麼 就像東玉媽剛剛一直 練好久練好久 這個我們又稱為是 動作記憶的部分 我動作做習慣了 所以每次到這個地方 我就開始做那些動作 這也是一種方式 嗯 今年呢有這樣的狀況 姐姐你知道以前真的 他真的專注力 真的算很不錯 嗯 然後我們家早上 他早上起來就是 第一個就是喝溫水 再去換衣服嘛 刷牙洗臉 嗯 就是這些 那他通常就是 嗯 妹妹通常會起來 那他起來 一聽到姐姐起來 就開始去找姐姐 你知道 啊 姐姐好不懂 喝了溫水之後 換完衣服之後 然後妹妹又跑出去 說要畫畫 嗯 然後啊 結果姐姐就看到說 好啊 我幫你拿畫筆 然後就開始拿畫筆之後呢 他就自己也拿了一張紙 開始畫畫了 畫畫畫畫 那你要畫什麼 姐姐畫給你 你知道兩個人就聊起來了嗎 然後他就 我就說 欸 你都做好了嗎 你刷牙刷好了嗎 這樣 哦 我忘了 你知道其實永遠都是被小寶 搞的 對啊 那小寶就很開心 你知道小寶都很邪惡的 其實剛剛張老師講得很好 就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東西到底說他自己覺得需不需要 嗯 例如說我們會發現如果我們講三個指定說 你要去上廁所你要去洗手 你要去喝水 結果你就發現說他只有上廁所 那你只去問他說 欸 我真的覺得很想尿尿 我就真的記得我也有去尿 可是我覺得我的手也不髒啊 然後我洗了手還要再擦 我也覺得很累 然後呢 我也覺得不會口渴啊 那你雖然叫我講口渴 我已經年齡有一點點了 五歲六歲了 我還是自己跳過這個步驟 嗯 那你會發現說 你沒有叫他放書包 你沒有給他這個指令 可是他 你回到家你不會覺得他 你沒有給他放書包這個指令 他就一直背著書包 因為這個指令是他需要的 他會覺得說 他就自己就把他放下來 需要的才知道 所以除了他能不能專注 記得你給他的命令之外 或許他也大了一點點了 他也會自己去考慮說 哎呀 這個動作稍微跳過一下好了 我女兒很常這樣做 因為他會說 爸爸我再多去洗手 再多去喝水 那就會 對 他會自己說 那我就跳過這兩個步驟 我就可以快速的到 玩遊戲的時間 所以他不是旺季 他還會告訴你說 我知道要做 可是我不想做 還有些除了專注力 除了旺季之外 還有一些是 他們自己去考慮說 這個動作可以做 這個動作可以不做 不過我倒是覺得 對小小孩來講 有一個最大 就是他大腦還沒有成熟 所以我們還是要 對他多一點同理 就這些指令超過三個 我真的要他記不容易 大腦沒有成熟 這個明顯的例子就是 你會發現 小小孩講笑話就不好笑 什麼意思 因為他笑話有三個哏 要一個一個打開 最後哈哈很好笑 可是對他來講 這幾個哏 他沒有辦法排列組合 所以他常常會 就是破哏 要不然就是一直 一直想 就是因為他大腦還不扯 比如說這個小明 我有一個很好笑的笑話 小明 小明家裡有三個小孩 老大叫大寶 老二叫二寶 老三叫小明 為什麼 不是啦 不是這樣 自己很高的 就是你知道他就是 所以為什麼小小孩講笑話 有的時候就會不好笑 是因為他大腦還不夠成熟 對於多個指令或多個哏 他根本很困難把它排好 長大就厲害了對不對 了解 小學國中以後 講笑話就非常厲害 他可以把那個 埋在最後那個不會破掉 我覺得他們想聽他們想聽的 對 比方說有時候我跟他 撈到半天啊 然後全部忘光光 然後譬如說咧 我明明前幾天跟他講說 那如果你那一天跳完舞乖乖 我就帶你去買飲料 結果過了幾天之後 跳完舞乖乖 他說媽媽 我們是不是應該去買飲料 我說 前幾天講的你記得 對啊 就覺得怎麼那麼厲害 不過真的 如果我們有些指令 小孩子怎麼樣就是記不住的時候 有些方法是不是讓小朋友 更緊張更容易記不住 是啊 像剛才那個買飲料的事情 就是他有動機嘛 他想要 就像剛才陳醫師講的 都是一樣的道理 那你今天孩子本來 像黃醫師所說的 他本來的腦容量 就是那些東西 他還沒有發展到 而我們太過於操之過急了 希望他能夠去記住 能夠去執行 有時候是我們太急了 急了就可以 你應該都會啊 你上次明明就知道 那個可以買飲料啊 那今天怎麼不記得 吃完飯要幹嘛幹嘛的 你又拿過去他OK 有動機的事情來指責 他現在做不到的事情 然後你就開始 孩子會緊張 孩子不知道在怎麼跟你自處 然後他整個變得很焦慮 他以後會跟你反抗 對 所以讓孩子做 然後去問問他 讓他自己 那個我們的情緒 不要去加注在這裡面 那張醫師如果他回來 就是忘記收書包 到底要不要提醒他 如果我們直接幫他收 他就永遠學不會啊 對 所以你不能幫他收 對 那怎麼辦 你為什麼不讓他好好認識那個書包呢 欸 書包為什麼在這裡啊 他是不是有他應該去的地方啊 讓他的頭腦去想去思考 去引導孩子 不要直接下指令 你就給我放在那個位置上 以後就給我固定這個位置 他就覺得不好玩了 不好玩他就不跟你配合了 我最喜歡玩的一個遊戲就是 我跟小孩玩叫Hint 就是大家都知道嘛 就寫一個東西 比如說我媽媽 每次有人打電話來的時候 我就會去摸她 是什麼電話嘛 我就那個 她就找到下一個指令 就是在電話底下就要找 吃飯的時候會用到兩根東西 筷子啊 就跑去筷子 放筷子的地方 那就一路玩 玩到最後就 Bingo 你幹嘛幫忙 可以幹嘛 你幹嘛 不好玩嗎 欸 沒有 你這樣子雖然是有點忙啦 你就寫了很多Hint 要嘗嘗嘗嘗嘗 唱完之後 就可以休閒很多 時候長一段時間 因為你不要寫那麼明顯嘛 有時候你會寫個謎語 或是寫個英文 就要去查 反正很多變化 只是我覺得張老師講 下次再聰明一點 媽媽藏私房間的地方 謝謝 媽媽我找到了 沒有 我只是因為剛剛張老師講說 書包 你可以先說 今天在你放書包的地方 有一個驚喜 然後他就 然後看看驚喜是什麼 所以這方法真的很不錯 對 所以都用遊戲的方式 比如說剛剛我們說的 那屬於工作記憶 雖然孩子成長 自然而然會進步 但事實上 我們還是要經過一些訓練 還是才會有機會成長 不過依萊媽自己是老師 一定有方法 依萊小時候我也做過那種遊戲 我覺得遊戲讓幫助孩子 就是記憶 真的是一個蠻棒的方法 像他小時候的時候 我們就玩過一個購物清單的遊戲 我會跟他說 明天幾點 我們要去哪一個超市買東西 是真的要去買 然後我就跟他口述說 媽媽要買什麼什麼什麼 數量是多少多少 然後我就拿出那個超市的廣告單 不是會寄很多來家裡嗎 然後請他拿小剪刀出來剪 然後就貼在他的剪貼布上面 就剪貼說這個是什麼 然後用蠟筆寫說這個是幾個 對 然後隔天他去超市 他真的很容易記得說 媽媽要買什麼東西去哪一區 然後幾點要去哪一個超市 然後他會記得說我們要買什麼東西 而且我覺得用小剪刀剪 可以訓練小朋友的那個小肌肉發展 有沒有 刺激大腦之外 他的專注力 耐心還有記憶力 然後我之前有一個意外驚喜 就是我們就是去屈臣室買東西 然後當時我只是想要拍影片 拍他說他很貼心的幫我拿那個籃子 結果後來我們就走過一區的時候 他說媽媽你的面膜 就是我平常愛用的那個面膜 他說媽媽你的面膜 然後我說喔對阿謝謝 他說沒有你要買 然後我說為什麼要買 他說因為你只是那一盒 我說你怎麼知道 他說因為今天我去冰箱開冰箱拿東西的時候 看到你只是那一盒 所以你現在你要買了 哇塞 他這個記憶力很深刻耶 而且他也知道我愛用的那個 很厲害的牌 長得怎麼樣 他都有在記憶 所以剛才會幫他點庫存 對 這個醬油剩一點點了 醬油也要買了 然後哪一間比較便宜 對 很棒 可是其實呢 有時候我們在訓練這個訊息 然後指令的專注力 跟工作技術方式 好像也是有一些步驟對不對 當你今天告訴孩子 等一下把書包放好 先去洗手 你等會只能吃一個布丁 然後趕快寫功課 你講完了 他才不管了 他馬上去把所有布丁吃光 對 所以我必須一定要請他重複一次 爸爸媽媽媽很習慣說 我跟你講完以後 懂不懂 孩子一定說 懂 然後呢 我的頭腦懂布丁而已 對不對 沒有 你說一次 剛才媽媽說什麼 一 幹嘛放書包 二 洗手 三 布丁 四 幹嘛 好 講完以後還沒有結束 因為他可能只是把你所講的 再重複一次 對 還沒有進到大腦裡 再問他 那你要怎麼做 書包呢 好 那洗手呢在哪裡 可以問他很多細節 讓他覺得好玩的 也好讓他去想那個細節都可以 最後才讓他實際去做 他的大腦才會記住這些事情 而這些 你知道他一直重複的結果 這樣子以後 他回來才會想我要做什麼 這個可以用到幾歲啊 用到幾歲啊 因為這道理大一點的小孩 應該就會覺得我們很煩了吧 對啊 其實 其實一直在用耶 一直在用啊 好真的喔 對啊 你對 媽媽對爸爸也都可以用啊 來 回來 襪子記得丟 說一次我要幹嘛 襪子要丟 男人何必為男男人呢 不是覺得你舉個女人的例子嗎 先看帳戶有多少錢 如果夠才可以去購物網 買一個購物網 直擊的購物網 然後跟我唸一次 跟我唸一次 可以去購物了 好 所以我們來看第三個 不專心的狀況是什麼呢 作業寫很慢 常常寫不完耶 是不是作業真的太多了 是啊 因為寫作業好像真的是 所有的小朋友現在 都會遇到的一個狀況 從小學 幼稚園 就其實開始有作業了 其實有人想作業 其實全班都一樣嘛 都是要寫那些作業 可是就是有人寫得完 有人寫不完啊 為什麼 為什麼 是不是孩子動作慢嗎 還是其他因素 甚至有時候我在想 寫作業的目的是什麼 寫作業只是為了把今天所學到的東西 藉由作業再重複練習到懂 那我的孩子只要寫兩次就懂了 為什麼我要寫那麼多的東西 但事實上 這就是一個公平 這就是一個規則 所以我不去改變破壞這個規則 因為我孩子有時候會跟 他有一次跟我說 爸爸你去跟老師說 我的功課不要寫那麼多 我當下是跟他說 沒有沒有沒有 反過來 好我去跟老師說 那個功課前三名的人 功課減一半 他說 蛤為什麼 他說對啊 因為他們很聰明 所以呢 不要讓他們寫太多 你才能趕上他們 那我怎麼辦 那你一下就變成前三名 你就可以不用寫功課啦 他就好高興喔 然後又乖乖去寫 但事實上 當爸爸的一定知道 孩子的能耐在哪裡 他永遠不會到前三名 怎麼會這樣 我就會這樣 好怪喔 就還是讓他寫 不過寫作業這件事情 是一個重複性的動作 你看同樣的數學題目 一直在重複練習 國字一直要重複寫好幾次 其實那種重複性的動作 我們的大腦其實會 越動越慢 越動越慢啦 所以有時候怎麼讓它 變成一種遊戲 或者是你甚至還是真的 今天專注力不夠的時候 那個是真的累的時候 你不能跟他說 來再撐一下 再多寫一個字 不行了 起來 好來原地跳三下 都可以 他注意力就分散掉了 但是是你在控制之下 不是讓他真的跑走 起來 跳三下 來Give me five一下 好來繼續 那個精神又回來了 他的注意力是會再回來寫功課的 對 有啊 有的時候其實 我們剛剛講的也是 旁邊的干擾太多了 所以曾經也有人研究過說 到底小朋友的書桌 到底是要自己的書房裡面擺 還是擺在客廳 對 擺在老師家 擺在老師家是最好的 滿好的 順便就一起寫功課寫完再回來 對 擺在書房裡面 其實有的時候 他自己在書房裡面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也不知道 那擺在客廳裡面 如果客廳比較安靜環境 媽媽可能在煮菜 還稍微可以看到孩子在幹嘛 或許也不是壞事 所以 旁邊的干擾其實還是要參考一下 第二個我們是說 其實寫功課真的是 像張老師講就是一整個是練習的過程 那他練習的過程中一定會有正確跟錯誤的 或許我們應該讓他全部先寫完了 媽媽幫他檢查 甚至之後教他自己檢查 然後挑出錯誤再來修正 你不要他沒寫個兩題 這裡寫錯了 來馬上改 他就會覺得我明明就在練習 然後我還練習到第三題 我沒有全部練習完的時候 你就會中斷我的思考 中斷我的練習 所以我都會建議說 如果我可以全部都寫完 然後一開始爸爸媽媽先幫他檢查 後來再慢慢教他自己檢查 再把錯誤的再修正 這樣子或許會對他的專注力會更好 我家大寶 因為他是公佑上去的 所以他小一的時候剛入學 他那個作業 因為開始小一要寫那個作業 都要寫在那個國字啊 什麼都要寫在框框裡 可是以前公佑沒這樣 以前的公佑就是 他公佑的時候都是幾乎 回家就是讀書讀繪本什麼 根本不需要寫到那麼多字 所以他那時候上小一的那一個月 真的是超級無敵崩 會每天都在家裡哭著寫作業 因為他的書桌 應該說書房外面的客廳 他的弟弟妹妹正在玩 他一聽到 有人在玩積木幹嘛 有人在吵架在哭了 他就會馬上衝出去房間 即使他那時候已經 他就一個人孤單單的在寫 對他就整個衝出去 然後跟他們一起玩一玩 然後我發現不對的時候 我就喊一下 喂快點回去寫 他又再回去寫 可是這樣子會導致他作業的速度就是很慢 因為還是隔天要交作業 所以我最後就是跟老師討論 我跟班導討論說 不行我家小孩真的太多 我沒有辦法 好辛苦 我沒有辦法就是解決這個問題 那班導就跟我說 好吧那你讓他留課後輔導 因為小學都是半天 他說你讓他留課後輔導 在學校我幫你盯著他 把他寫完 他說這是好方法 因為之前想說幹嘛要課後輔導 小朋友嘛 可是現在覺得課後輔導超重要 下學學就直接報名了 太開心了 我就直接填同意書 快點快點 真的因為有 他有在學校寫完以後回來 就不用寫 也不用擔心一直分心 就是被小朋友 就被我家的其他小朋友干擾 就真的超棒的 我剛剛聽他說 那個女兒哭著寫作業啊 我就是上個禮拜跟我朋友吃飯 然後他女兒 就我們還沒有菜來喔 他就說作業拿出來 然後他女兒就拿出來 然後他就說趕快寫 你剛剛就是沒有寫 所以現在你看 我們大家在吃飯 但你只能寫功課 然後就開始寫 然後一邊寫就一邊哭 然後我已經餓死了 很可憐 然後他哭到那個 他用鉛筆嘛 然後寫錯不是要橡皮擦擦 擦到那個都破掉 好可憐喔 吃的飯不能好好吃嗎 對啊 我覺得那個壓力也很大 可是隔天就一定要交作業 真的好麻煩 對啊 孩子在對焦的時候怎麼可能會專心呢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去看孩子 小朋友常常很多事情可以惹我爸爸媽媽 雖然我們也在努力學習中 比方說專注力沒有很集中 或者是小朋友很龜毛又很難搞 弄一個蝴蝶 他一定要兩個圓圓的一樣 打下面的一樣 然後或者是不小心親到他的話 沒有口水他一定要把它抹掉 為什麼那麼多的儀式啊 第一個呢 我可能會覺得就是氣質嘛 好不好 這樣爸爸比較沒有壓力 但第二個 我通常我們兒科醫生應該都有感覺 就是有個龜毛小孩 一定有個龜毛的爸爸或媽媽 要不就是你小時候常常跟他說 這個髒這個髒髒 這個髒髒的髒 好啦 結果你過了兩年把它洗腦了 他現在就整天跟你講 這個髒髒那個髒髒 然後你就很後悔 然後這也是被我訓練出來 被我逼出來 或者其實根本 也許不見得就是單一那件事情 而是有一些猴子的研究 你就會發現 那個媽媽如果小時候 對待小小baby的時候 比較就是 那個這個個性比較 這個暴躁啊 或是比較情緒化 這個小猴子長大 也會變得有點神經質 但是也不用怕 這一切都是可膩的 尤其小朋友這種龜毛的氣質 在那種三歲到六 五歲之間 這是一個過渡期 他會有一點點潔癖 講故事要你每一個字都講 不可以有跳字 就是他那個時候 有一段這種道德潔癖的時候 那這段時間你只要 不要再像以前這樣子 整天很龜毛之後 其實小孩過了那段時間 他也是會恢復 所以我就給你 第三個就是 這是一個年齡 這個年齡常會發生的事情 過了就比較好了這樣 所以同理他的這個龜毛氣質 那順其道而行 然後做一個中間妥協 讓小孩也被滿足 你也被滿足這樣 好啦 我有被迫 氣質 氣質 我覺得我們要去看孩子 今天可不可以專心 然後藉由遊戲的部分 來訓練孩子寫作業 能不能專心 孩子的專注力 其實我們都希望 是放在學習上 包括寫作業 所以專注力的遊戲 你必須要用紙本的練習 讓他就類似像是寫作業一樣 很簡單 今天我可以玩幾個遊戲 譬如說 今天如果說 我就拿一張白紙 我上面很簡單的 畫了很多的 隨便的三角形 正方形 圓形 跟孩子說 來 你把圓形挑出來 年紀大一點的 來 圓形圖紅色 三角形圖藍色 甚至到最後 我會跟孩子玩 我只要一張白紙就好 跟他玩什麼遊戲 畫直線的遊戲 孩子需要心性穩定 一張白紙 你從上面畫到下面 只要在這張紙上 他有畫線 沒有彼此交錯的 都可以得一分 然後看看他得幾分 你幫他留下來 隔天再看看 昨天是什麼 今天要更進步 所以藉由紙筆練習 讓孩子習慣於紙筆的操作 所以面對作業 他會比較願意接受 很好 對 再來 作業要有趣 像是國語作業 我一直覺得很累 陪我孩子寫作業 他的生詞 可能有三四十個那麼多 每一個都要寫那麼多次 所以玩什麼 我們開始丟骰子 開始隨便丟 或他今天隨便說 爸爸二三 好 第二排第三個 那個字先寫 再丟 對 為什麼要這樣 有些老師說 你這樣子沒有讓孩子好好寫 我說我先提升 他願意寫作業的動機 他覺得是好玩的 而且丟骰子 事實上是一種分心 所以慢慢的 他其實會發現 這樣寫好累 會不會直接寫 他就願意自己 好好的把作業寫完了 所以要用引導的方式 讓他覺得從有趣開始 然後他的能力也越來越提升 耐力 手的耐力也越來越好 會表現得更好 再來 專注的時間 就像剛才 我們會拿著橡皮擦 在孩子旁邊等 你會在旁邊監督孩子 不要了時間還給孩子 準備一個倒數計時器 好 比如說三分鐘 你多一點點三分半或四分鐘 這四分鐘之內 你要把你這個作業 兩行寫完 要寫得漂亮 你就可以得到什麼獎賞 或什麼之類的 給媽媽抱你一個 好 時間給你計時器按下去 你就離開了 讓他自己去控制他的時間 讓他自己 對他的作業要負起責任 這樣的話 你才有辦法去做你的事情 否則你都要等孩子睡了 才能做你的事情 這樣爸爸等得好累 是 其實誠哥 誠哥他教小孩有個方法 然後他就會跟他小孩說 我知道你很想玩 但是你就是 先做你該做的 再做你想做的 所以他們想說 我想要玩 那我先把該做的作業 先寫完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每個小孩 有每個小孩的方法 像我有個鄰居很妙 他就是小孩子 他一直懷疑 他是不是有點過動 所以他最後用的方法是 他發現他還對那個旗子 還滿有興趣的 所以要讓他去下圍棋 他說小孩子在下圍棋的時候 整個Focus就是很專注 跟平常完全不一樣 所以可能爸爸媽媽也要多用點心 來觀察小孩子 可能適合什麼樣的方法 對 用遊戲的方法 他們比較不會那麼排斥吧 我覺得 我很喜歡陪我小孩子寫作業 因為我覺得 我可以從陪伴他的過程 然後看見他的大腦 在慢慢慢慢的進步 然後那種感覺會很有成就感 可是為什麼我陪小孩 就看到他的大腦 在慢慢慢慢的 就這個之前講過啦 他怎麼會為了你 你不能只看一週啊 比如說你要想到去年 你在陪他寫作業的時候 那我會把去年的課本拿出來 我說你看去年你寫這個時候 花好多心力 你看今年對你來講 真是一塊兒子 然後我就會讓他覺得說 嘿嘿我現在長大了 其實我不是故意在捧他 我是真的發自內心 就感覺好像一棵樹在長大 所以我很喜歡陪他 但是偶爾情緒會失控 就是一定會的 也是會的 我不斷地反省 每次失控完之後 我就要趕快再找一個圓黃 就爸爸只是因為我 愛你啊什麼 就是我會把它圓過來 但是其實那個過程當中 但我知道吳寶媽現在已經想說 見鬼了不變 你就不會這樣 翻白眼 所以心底就是這樣想 但是但是 我只是說不用天天啦 偶爾偶爾陪伴他 趁你陪伴的時候 去感受一下孩子的成長 你也會 比較不會覺得 這個苦差事 對 就是一直在做 了解 不過這個不專心的狀況呢 其實我們自己也常常會有啦 有沒有 這也會聲音出去 所以就是 我們互相彼此都有一點耐性 好啦好不好 那在這裡呢 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深白色的新書 登登 我看你看我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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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們有提到 長照症的問題啦 那網路上就有很多媽媽講說 哇 小朋友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我們都很擔心 可不可以幫我們做一下 那個 那個 總結 你是說就是說 小孩子在壓力之下 對 就可能會有身體的症狀 對 其實從頭到腳都有啊 對啊 小寶寶就是壓力之下 他就情緒很不穩 他會大哭 亂吐鬧嘛 然後就是大家都可以了解 那比較大的小孩就是 你會發現他開始 會有一些行為異常 就會在打人 會摔東西 或者是開始講 講難聽的髒話 或者是一開始一直說謊 你要想 是不是有壓力 可能是我給的 可能是學校給的 可能是有被霸凌 可能是可以想想 行為的改變 那如果他們真的有壓力 要怎麼解決 解除根本的原因是最重要的 是 但是有些時候根本的原因 無法解決 譬如說 有二寶要出生啊 或者是有爺爺奶奶去世 這種就是無法解決的 所以第一個是 天結的根本問題 那如果根本問題無法解決 那就 想出來 好 那接下來就 你可以聽他講 那或者是說 那那個我們 有這個壓力正常的 然後我們是不是可以用 什麼方式 來抒發壓力 好我可以陪你聊聊天 還是你想要 畫畫 我們從今天開始 裡面畫一張畫 你要畫什麼都可以 那你畫了 脫黑黑的也可以 沒關係 就抒發一下 那接下來 就看你跟孩子之間 慢慢來對這個 無法解決的壓力 來慢慢一起 努力來消化 我覺得這種 這個過程其實是很美好的 同理心 媽媽懂我 嗯